美国国会为何不同意猛争威慑中国的军费预算 答案非常残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前少 对于正在强调以中国展开军事科技竞争的美国军队来说 在西太平洋以解放军的较量一再受制于美国的军费不足 但是美国国会似乎并没有太积极的推进这项军事投资计划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难道美国人傻吗 咱们为何不大量增加应对中国军队的军费开支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需要了解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迈克索恩伯里 因为他在2021年推动创建了太平洋威慑计划 其目标就两个 一是推动五角大楼在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 二是要使这些钱能够更容易被追踪 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 美国针对中国的军费开支的增加 是变得透明了 但是在实际投入资金上却没有明显的增加 现在答案很明确 美国人之所以不愿意花太多的钱 就是不知道达成这个目标到底需要花多少钱 或者说这个目标压根就不可能完成 按照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的说法 在亚太地区中美军事实力对比早就发生了逆转 在通常情况下 中国在该地区有三艘航母 而美国往往只能保持一艘 中国有六艘两栖攻击舰 美国投入西太平地区的只有两艘 中国有54艘神盾舰 而美军只有六艘 如果考虑到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 是台湾海峡 这里距离中国大陆只有160公里 而距离美国印太司令部总部所在的夏威夷 却有8000公里 美国的军舰和潜艇从其西海岸出发 要想到达台海需要三周时间 从阿拉斯加出发要17天时间 这一切都意味着 美国似乎将更多的钱投入太平洋威慑计划 都是杯水车薪 美军为了假装在努力 一再向国会要钱 需要在围绕台湾岛的太平洋各岛屿上 建造军事基地 机场 雷达和其他建筑物 你不要以为这个计划说说就完了 因为要想落实都需要花大笔的钱 然而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些巨额军费只能来源于美国的各个军兵种 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 然而美国的各个军兵种的作战任务 和七个作战司令部的动机各不相同 而且他们往往都要侧重于短期需要 不会为潜在的战争提供一切所需的资金 你可以这么理解 美国国会是所以不愿意在印太威慑计划上投入巨资 就是因为其各个军兵种和作战司令部 根本就不愿意在对华作战问题上投入太多的资金 因为这场冲突原本就不是确定的 当初的印太威慑战略有五个目标 比如改善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后勤演习技术设施和合作伙伴的力量 每年五角大楼都会制定相应的预算 然后对其进行审查 看看什么样的项目 有助于提升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威慑能力 然后在其预算请求中突出其投资方向 到了第二年 印太威慑部又会提出新的额外需求 这又需要重新提交那些没有资金的优先事项 因此每年的军事需求和军费开支 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戴威慑于2021年在国会作证时 他的报告列出了47亿美元的需求 今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65亿美元 其中他提出的110亿美元的优先项目 都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 美国国会认为该倡议是否奏效 取决于美国政客如何来看待太平洋的战争风险 战争如果并非迫在眉睫 其威慑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就成了一个疑问 可见美国的对华威慑战略正在陷入空前的迷茫 那么主要原因有这么几条 其一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 与解放军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 其二是美国政客认为 以中国军队在其家门口作战的前景不明 第三是美国对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景 判断不明确 四是美国对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能否威慑到中国也不明确 第五就是美国各个作战司令部 各个军兵种都有自己的优先项目 因此他们正在以印太威慑战略 争夺资源 总体而言 美军准备对中国的战争 砍口号是一回事 是否积极投入巨额资金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也充分证明 中国大陆的台海战略的高明 合成家里的描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